由成功向文教基金会与南岛官最早冲的社会 任何基盘的无差点主调冲作贏 三十个月月宿家暂时离开电动机构改用公团 仍然进行冲作 后应月宿队主任和刑台争论 经过四天的自由冲作以后 在布里揣告等基盘成功发表 并为国外掠视掠过传基盘的日空日宿 阿台小会重新国宿会沦行阿酒 下来我当鸾心 无差点主调冲作贏 在布里面揣告等红枯基盘 去民三十个月国内外的艺术家 包括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通过完事的方式进行主调冲作 并且分享成功 基本上它没有粉尘 然后在制作过程里面 大家一起敲用个工具的话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节奏 所以我觉得不只做作品 其实整个过程挺享受的 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形式 给大家的一个启发可能更重要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艺术活动 艺术是什么? 艺术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些 以前没有的东西 给公众一些启迪 让人一些思考 所以说呢我觉得它的价值 某种程度上更强的 是体现在整个的过程之中 五月窃时窃过保理店中基盘日控日数 阿台社会创新高峰会 转型阿祖的活动 透过不插电就丢艺术创作 何映艺术对主人生态尊重 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不插电的石雕 是一个非常好表现韧性的一个艺术活动 所以我们就延续了去年的 最时协会的这个石雕影 邀请到他们来到指教堂来办理 这一次的这个石雕影的这个创作 除了专业的艺术家参加活动以外 也有大学生前来提供 它表现感觉很好 感觉很开心 可以大家一起玩 一起放松的打石雕 很开心 因为石雕创作也 未来会面临到断层 那藉由这个活动 也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 对我们石雕创作的一个兴趣 那这个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 有一群很热爱艺术的这些创作者 他们共同组成的 那希望呢就是来回应 这个艺术对自然 还有对生态的一种尊重 这次活动以外 对到花园的大地团 正人也共同创作一件石雕创作 作为活动研究的纪念 第一阵是一个灾害 但是透过这个灾害 其实它更连结了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没差点石雕创作业 已经演出基盘三次 未来其他艺术软性的精神 能够一直提供下去 基者欢迎观察向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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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